騎著僅用機車兩名員警固定時間 都會到三重這棟大樓巡邏守望 因為這裡就是紅人會的娛樂公司 同時也是其中一個據點 為了詐騙水前紅人會槓上華山會 四月十號紅人會先到華山會 當鋪開兩槍 十九號華山會反擊 埋伏停車場在雙北開了四次槍 隔天紅人會再找槍手到當鋪狂轟 至少五十一槍 但現在道上傳出又將有第四波攻勢 為了防止幫派衝突再釀槍擊案 警方日夜都在他們據點守望 甚至調查出紅人會幕後大哥的愛將 在此事情中扮演重要角色 平頭大眼他就是綽號金魚的紅人會成員 正是被培育的新生代 當時在中山停車場 他的黑色鄉行車遭華山會槍擊 原來對方早有動作 原來這名綽號金魚的大哥 在四月十三號準備出進去泰國時 警方調閱接種器發現 就有名男子他們不注意 在車底下裝了GPS 去了泰國五天 卻回臺沒多久 華山會就來報復 紅人會的金魚因此逃出國 警方已經掌握行蹤 跨國合作 準備將這一位關鍵人物棄捕歸國 三宿黃泉王家荷安新北昌報道 是個英語搞的 並不聽起來 再次回應 海綸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